你看這個桌子有多亂 亂七八糟 先用gopro拍 放一下 啊 這個 我的APX55 故障 然後 現在 很麻煩的是 我本來是 還出現那個 馬達的硬 它出現了一個錯誤訊息 然後可能對焦 對不起 我剛剛查網路 你看它一直叫我 關閉電源 並重新啟動 它出現一個有沒有 這邊一直在跳 錯訊息 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 聊一下關於這個 Sony 我現在用的這一台 IPS55的用途 之前 有跟大家聊過 就是關於這個 攝影機 答應說要 介紹我所使用的所有的器材 然後給大家 所以今天我們就把它當成是 第二集吧 不然呢 我先拍一拍 不然我等下送修 就沒辦法拍了 這一台呢 是我常常在用的這個 補畫面專用的 什麼叫補畫面專用 這種相機 它就很像以前 早期的 傳統的那種 DV攝影機 那為什麼會買這一台呢 最主要是因為我出門的時候呢 都會帶兩台相機 第一台是主要相機 也就是譬如說我現在對著你講話 這個就是主要相機 對主持人 講話 它專門在錄近距離的 有時候拍一些美食或什麼 近距離OK 但是如果我帶像這種 Alba 6400 它如果拍遠距離的話 我就還在換鏡頭 就很麻煩 所以呢 我就買了這一種相機來當做補鏡頭 那最近我不是有拍一些四川的影片嗎 各位可以注意看 有些畫面可以拉很遠 拉到那個雪山啊 或瀑布的地方 都是用它排的 再來就是它可以有拍到4K 所以我畫面可以再放大 拍起來就會很漂亮 然後呢 我又不用換鏡頭 就一機可以近距離跟遠距離都可以拍 那這種相機呢 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通常找不到 這種攝影機有廣角的 這個焦段大概只頂多於28 所以你拿近距離這樣拍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點不太夠 所以呢 我們通常都會用GoPro拍 或者是用Alba 6400 然後再用廣角鏡拍 但是呢 缺點就是這些相機都不能拍遠 所以這個相機最主要是來給我當補畫面用 那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補畫面的重要性 就是說 你如果要讓一台 你要如果要讓你的作品能夠拍得好 你不能一個畫面從頭到尾 你必須要拉扯 我常講拉扯 拉扯觀眾的視覺 什麼叫拉扯觀眾的視覺 比如說近距離拍完之後 馬上再拉遠距離的 把遠距離的畫面拉到前面來 然後他遠距離前面 畫面看了一陣子之後呢 就把它丟回去近距離 就是 畫面呢 一遠一近一遠一近 你就會 不知不覺覺得這個影片呢 非常豐富 素材非常多 這是一點小小技巧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然後呢 這台相機呢 呃 優點就是 輪陰輪老非常方便 然後再來就是他有一個很強的功能 你看啊 各位注意看 他現在故障 但是應該是OK可以展示給大家用 給大家看看 他的這個鏡頭的 唉唷 唉唷 有了有了 來你看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鏡頭 這鏡頭他會晃動有沒有 前後晃動有沒有 他就是在什麼 補正 就是 穩定 你看他像那個坦克車的炮管一樣 我這機身這樣晃 他裡面就很穩定 都不會晃 所以他防手震非常強 他防手震非常強 所以你 坐在車上啊 譬如說像轎車上 我最幾乎可以單手拍 好 如果你坐在計程車上面 或者坐在捷運上面 要拍外面的風景 單手拍 就可以拍得非常非常穩定 然後 4K錄影 好 還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他電池 好 這個相機的電池呢 比一般我們像類單眼相機的電池都耐用 這個一般標準的電池 大概你如果只是拿來當作補畫面用的鏡頭在拍的話 你大概一整天你電池是用不完的啦 那你如果拿來當作它是主要攝影機的話 那你可能半天 甚至三個小時左右電池就會用完 所以呢 這個相機呢 你在我的主頻道的影片裡面 常常有時候會看到我手上會拿這台相機 那這張相機呢 有一個缺點 這一類型的相機都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 它的顏色彩度不夠 它的顏色的 飽和度其實是不夠的 如果你有在使用單眼相機也好 或者是類單眼 然後在用了習慣之後再來用它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顏色就是 太淡了一點 那解析度是有但是太淡了 這是它最大致命的缺點 所以呢 你就可能它稍微再調色 把色溫啊 或者是把這個 飽和度稍微再調高一點 再來它還有一個 就是 我想一下 除了 這個缺點還有什麼缺點 噢 曝光 它的曝光比較不是那麼準確 它曝光 它沒有辦法像我們那種 這個單眼相機或類單眼相機 這麼的靈敏 然後這麼的準確 它常常在逆光 或者是在 白色背景的部分 曝光比較不是那麼準確 所以呢 就必須要用手動 那這台相機呢 它本身可以手動 去調整它的光圈 甚至可以去調整它的 光圈 好用 好用 非常好用 而且這是1吋的CMOS 所以其實它的解析度非常好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在拍的時候 它可以拉很遠很遠的地方 然後再按快門 它可以拍靜態攝影 將來有機會到左頻道 你會看到我 或者是我的IG 我會看到一些照片 照片喔 是用它拍的 我去越南 也有很多張照片 明星片 都是用它拍的 因為它可以拉很近的距離 拍出很好的畫面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 這是我的第二個 攝影器材 它算是類別 很獨特的一個類別 應該很少創作者會像我們這樣子 就兩台相機出去外面 然後要補畫面這樣子 他買兩台相機也不會買這種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的相機 現在出現了故障 然後我剛用LINE傳給Sony認識的 然後他跟我說 這個要送到這個維修站 所以呢 我要把相機拿去維修站啦 各位 今天分享到這邊 各位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Facebook 還有微博 還有我的IG 在底下下方全部都有訊息 然後期待我們下一集 攝影器材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